看到乡市货车停在路边 后边的货箱整个掉下来横在了一旁 车上的鱼虾等海鲜是少了一地 车主刚刚找了另一辆货车将这些海鲜拉走 大翻斗车前脸破损已经无法行驶 最后在一辆铲车和另一辆翻斗车的帮助之下 缓缓地离开了现场 他闯控车 谁翻斗车闯控车 我司机开了 司机走了 司机树伤没 都没事 都没事 皮都没破 乡市货车的车主说当时乡市货车上只有司机一人 拉了一车海鲜正往附近的一个市场走 没想到过路口的时候 这辆大翻斗车闯红灯过来了 一下撞上了货车的货箱 货箱被甩下来了 自己要撞掉头掉个了 是吧 全上90度啊 这个方向 这翻斗车完全这么新号灯这么全 怎么还能闯红灯呢 他这帮车不都那样吗 乡市货车的车主介绍说 事故发生之后 大翻斗车一方已经认了全责